我一不小心黑吃黑的院里子弟 宁安局局长成为最大卑国侠 你想怎样 你老婆儿子在我手里 想让他们安然无事 就把所有家当全都给我 三斤 你还真会捏人软肋 每个人都有弱点 而且大致相同 我能信你吗 你可以找德高望重的人做宝 比如南领王 我从来都不是赶尽杀绝的人 拿出你的全副身家 再加上你老婆 还你儿子平安长大 应该不算亏 三斤 你不要太过分 淡定 老婆是别人的 儿子是自己的 我要的不过分 慕容是你的了 我全部身家也都是你的 我会带着孩子远走海外 有生之年永不回国 让老爷子做担保 我相信南领王 好 你等着 半小时后 南领王的电话打来了 老爷子好 三斤 老朽向你讨个人情 老爷子言中了 实话实说 我就等你讨人情呢 只要阿阳侯不再找我麻烦 我三斤绝不会找他的事 这次你真是搅动了天上的局 你这颗棋子已经走完了 不用再动了 感谢老爷子提醒 我特别怪 多为国家做事吧 为国为民 致死不渝 没多久 远在魔都的苏凤仪又发现 账户里出现了很多大额转账 这次他们很淡定 无非就是老公又把人给抢了 金哥 事办完了 金总 你别玩我了 我哪敢当您哥啊 金哥 咱俩压根就没仇 我知道你还劝过阿阳侯 要杀你我有一百种方法 犯得着费劲吗 你这人就是太实在了 早说你们家跟大哥的关系不就行了吗 什么大哥 书会战 刚才大哥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无论如何都得保住你 这次的事闹得很大 弟弟我也是身不由己 兄弟 叫弟弟 弟弟 啥都不说了 以后有事找我 我就等着哥这句话呢 哈哈 我跟莫柔说能救安阳侯的只有你 但是需要他付出 哥 还是你懂我呀 捧完臭脚 三斤再次来到莫柔的房间 生我的气了 哪怕莫柔再单纯 也知道自己被遍及上了 你这个无耻之徒 我怎么就相信你了 无耻 你脑子是不是有坑 我到现在都没对安阳侯发出通缉令 你不好好感谢 还说我无耻 所有人都指证安阳侯 就算他没做那些事 也得变成背锅的 更何况证据确凿 三斤一巴掌抽过来 把莫柔打懵了 让你清醒清醒 别他妈觉得老子非得上你不可 安阳侯通敌叛国 你会受到牵连 你儿子摊上这种父亲 这辈子都完了 到现在 你都没搞清事情的严重性 还在这里跟我发疯 安阳侯为了他跟儿子 早就把你卖了 而我是为了你才放了他们父子一马 给安阳侯打个电话 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错 记住了 不要把拯救你的好人 当成食恶不舍的坏蛋 你感觉的好人未必真的好 就好比你亲爱的老公 跟小日子勾勾搭搭 说完 三斤转身离开 直接来到兄弟安保公司总部 兄弟 你可算回来了 K哥 先开会 开你的 我就是个帮你看家的 你来还是不来 都是你说的算 我们版图要扩大 涉及八个省 谁能拿下 谁就做那边老大 金总我去 金总 给我一个机会 都有机会 各凭手段 但是得注意点 外省不必奔上 顾江龙通常都会被宰掉 我去做过江龙 不怕被散 这种好事 就算死在那边一直了 那就这样定了 每个人都有机会 都可以得到公司的权利支持 在你们进行的过程中 我不会插手 师傅 我也想去 这里不够你忙的 这里有K哥作证 我想帮你打天下 师傅 我也想去 我也是 抱子头这些人还留在灰安 分别负责不同的事务 过得不舒服 就是太舒服了 浑身不得劲 平常好事都让阿兵给占了 我们仨就不是师傅的乖徒弟了 就是 阿兵现在坐镇魔都 我们还待着这个鸟地方 不合适 三金笑了笑 决定满足他们的愿望 前些天我去阳城找南领王 那个地方不错 你们几个去吧 三金 调查清楚了吗 查清了 所有资料整理之后封存 后天一早我陪你亲自递交总局 好的 终于来新了 意味着这件事结束了 隔天晚上 所有人员悄悄地转运返回帝都 只有刘海晶这些院子里的被释放 其余的被积押在指定的酒店 金科长 辛苦了 好处长客气了 都是分内的事 这次你是投工 我这个人不喜欢离工 干的就是得罪人的货 人都在这了 任父局长被多看着点 他的思想不太稳定 总想着自杀 交接完毕 三金发现了站在角落的墨容 你不是没事了吗 还在这里干嘛 有话好好说 哭什么 金总 我全家都在接受调查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求您高抬归手放过他们行吗 调查你家人的不是我 如果他们没有问题 自然会被无罪释放 安阳侯说把我送给您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求您 你先在这主下 我帮你问问你家人的事 谢谢金总 不用谢 进去吧 不经过生活的磨难 女人致死是少女 好处长还得咨询你个事 金科长请说 刚才那位是莫柔 她的家人是不是在接受调查 的确在接受调查 还是你们外勤科着手调查的 怎么没人跟我汇报 正常 你的责任最重 这种调查算是配合 三金点点头 继续和好处长消磨时间 因为女人洗澡通常都很磨蹭 突然一声巨响传来 人明亮静静地趴在了冰冷的水泥地面上 总得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跳了才能让人安心 结束就不追究了 对 结束就不追究了 好 好